马来西亚法院16日判决 前方指控25岁一女女子艾萨 以及29岁越南女子段石湘 暗杀金正男案成立 两女无罪获释期望落空 法官更指出 不排除案件是政治谋杀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上台之后 塑清一己不手软 外界普遍认为 他同父义母兄长金正男 在马来西亚遇害身亡 就让他下令执行 去年2月13日 金正男在吉隆坡机场 招艾萨与段石湘 涂抹身经毒气致死 两女落网之后宣称 以为是参加恶作剧节目 强调自己无罪 可是高等法律法官阿兹米指出 检方呈上的证据 所以推断这是一起 精心策划的暗杀事件 打破了前犯律师原本以为 可以让他们无罪释放的预期 我们有些隐蔽证明 来调调调调调调的故事 她只是在试试 她只是在试试 然后她没有知道 什么被使用的 是被毒或毒 所以在这种意义 没有决定的决定 在她的身份 决定的决定 马国法院16日判决 检方谋杀指控成立 两位女嫌犯必须展开抗辩 毕竟生理过程将长达数个月 如果最后谋杀罪名成立 两女很可能被判处死刑 国际中心 最后外电报导